你實際開過照你覺得這樣子的提升 對視野和操控有大概哪一些的影響 舒適性的方面又有沒有差 好 我覺得要分兩個層面講 如果你今天有開過Focus五門先輩 最標準的版本 或者是你有開過Focus Wagon 你換到Active Wagon來說 你會有一些感覺 就是你的視野是提升的 你的舒適度又在提升了 但是如果你平常開習慣修旅車 你回到這台Active Wagon 你會覺得它視野好像又沒這麼高 所以要看你原本開車的基礎是什麼 但我覺得Active Wagon有一個很好的優點是 它就是Focus的操控的基因 如果大家有開過Focus 應該對它最不會有質疑的 就是它的操控的身手表現 那種駕駛的連結非常好 那Active Wagon 它就是把所有的後來的 延伸的車系的特色一次加總 它有Active比較舒適的底盤 它有Wagon比較穩定的後軸跟空間表現 所以你在開到Active Wagon來說 我覺得它是最適合全家使用 跟台灣路況的一台Focus 它開起來確實比較舒服 後軸又更穩定 但是Focus那種基因 它變得比較隱性 但不會沒有 所以我覺得唯一一個 大家如果真的想買Focus 那你已經買了 然後看到Active Wagon翻了 你會早知道我就等一下 但是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買的話 對前進來買早知道 如果你還沒有買的話 我覺得這台車 就像我剛才說 它是綜合所有Focus 目前所有家族余大成一生的一台車型 是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覺得說 這一集一兩個月 Wagon的銷量掉下來 真的是蠻多人在等它的 我相信大家也很好奇說 實車到底是怎麼樣 對 那因為Active Wagon我沒有開過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上一次開到Focus Active的時候 就是單純長高的 鮮貝版的Focus的時候 對 那個會讓我有一個 蠻出乎意料的地方是 以前我們都會覺得 車高拉高之後 那個晃動感會比較嚴重 因為翻滾重心提高了 然後一方面你也會覺得 它的操控極限會下降 對 但不得不配方向調教是 它雖然拉高了 但是它的極限 我反而覺得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確實 而且也可能因為那個避震行程變長 所以反而你在做一些重心轉移的時候 你會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對 簡單來講一句話就是說 當你真的要開快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開快 然後平常的時候 又可以保有比較舒適的行路品質 沒錯 當然不鼓勵大家開快好不好 不鼓勵大家開快 那這次Wagon雖然說 相對來講 它的重心的這件事情的影響 可能會更大 但我相信 應該你們那時候去開 都覺得還好吧 那影響應該會很大嗎 不會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講改變 Maybe在10-20%之間而已 其實它的差異非常的不大 對 而且又帶來一個比較舒適的乘坐感受 這樣 那它這次也有加什麼越野模式之類的東西 有 只要是Active它都有 OK 對 但是 也 我雖然沒開過 但我可以這麼說 就是大家也不要對那個模式有太多的想像 沒錯 對 因為它就是一台前驅車 它並沒有因為說變成Active 然後變成四輪傳動這樣子 對 對 那在前驅為基礎的情況下 其實它那個所謂的越野模式就是很輕度的 真的 針對循跡的部分 去做一些稍微不太一樣的變化而已 但是你本質上你的越野能力並不會因此而提升 那但相對來講因為離地距提高了 所以在穿越性來講一定會比較好一點 真的 對 尤其是像現在蠻多人喜歡露營 而且我相信會選擇要買旅行車 應該有蠻大比例的人 其實是喜歡戶外活動 那就會去一些相對路面比較崎嶇的地方 多這30mm其實會好用蠻多的啦